他以外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接下来牧师要问我们正道 正道的主题是神的恩典 你要不要 谢谢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祢 让我们能够聚集在祢面前来敬拜 无论在线上或是在线上 我们相信都有神 祢自己的恩典跟同在 主我们感谢祢 求祢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心意更新的变化 察验而为神的善良 存全可喜悦的旨意 主啊当我们处在这防疫的期间 有很多的限制 甚至包括我们的工作 生活都受到极大的影响 甚至也有缺乏 但主祢是我们的依靠 祢是我们的帮助 祢也是我们的力量 祢必赐给我们智慧 因为洪水泛滥之时 祢仍能作者为王 祢掌权 祢知道我们的境况 让我们懂得来投靠祢 我们就得着帮助 无论在什么样情况当中 祢都不能使我们与祢的爱得全 祢我们向祢感恩 当我们在祢面前敬拜 我们渴慕得着祢 我们渴慕得着祢的话 祢求祢向我们说话 让我们的心得着坚固 我们渴慕得着祢的话 求祢的圣灵帮助我们 也赐给我们智慧 悟性启示的灵 好叫我们更知道主 主我们共进了在祢面前 献上我们的感恩 祷告跟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今天要跟弟兄姊妹来分享 神的恩典 你要不要 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 是彼得 使徒彼得在传福音的时候 所做的一个宣告 说除了耶稣以外 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所以耶稣的名 对我们人类来讲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它就是神的恩典 我们来看神的恩典 是人不用付任何代价 而获得的礼物 所以恩典 这个字就是礼物的意思 那是出于神 所以人不用付任何代价 因为人付任何代价 也达不到神所要的标准 所以我们看神的恩典 是人不用付任何代价 而获得的礼物 但却是神付了重大的代价 赏识给人的 就是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说神的恩典 白白的得来 是神赏识给我们的 不是我们用什么去换 然而神却付了非常大的代价 是牺牲了祂的独生子 我们再来看 相信耶稣十字架上的救恩 就是接受了神的恩典 所以我们说信耶稣 信耶稣 信耶稣 是非常不得了的事 因为你信耶稣 就是接受了神的恩典 神把恩典赏识给人 就是要人得拯救 得一致 所以信耶稣不是信宗教 信耶稣是得着生命 得着拯救 得着一致 所以我们在回想 刚刚彼得宣告的那句话说 除了耶稣以外 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所以今天我们要来 分享神的恩典 你要不要 分三个部分 第一个是灵得一致 第二个是魂得一致 第三个是体得一致 所以灵魂体对我们来讲 常常都在讲的非常熟悉 我们来看 为什么神的恩典 会让我们的灵来得着一致 首先我们来看 人生命的来源 人生命的来源从哪里来 圣经上记载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 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 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 他就成了有灵的伯人 名叫亚当 所以人生命的来源 神用地上的尘土 然后向他吹一口气 所以人活着就是争这一口气 是不是 所以成了有灵的活人 灵的字意指的就是生命 所以人生命的来源是出于神 第一个我们看到 人有了生命 但是人 上帝给人自由益智 人却做了错误的选择 所以我们来看 创世纪第二章十五节到十七节 这里是神所说的 耶和华上帝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 使他修理看守 耶和华上帝吩咐他说 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 你可以随意吃 只是分别散热树上的果子 你不可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神的话讲得这么清楚 跟亚当夏娃来做灰饭 但是呢 人的选择是什么 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 好做食物 也悦人的眼目 且是可喜爱的 能使人有智慧 就摘下果子来吃了 又给她丈夫 她丈夫也吃了 他们违背了神的话 结果他们做了错误的选择 神就对他们做了处置 创世纪第三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 耶和华上帝便打发他 出伊甸园去 跟踪他所自出之土 于是把他赶出去了 又在伊甸园的东边 安设基路坡 盼四面转动花火焰的剑 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 所以神把他们赶出去 他们跟神隔绝了 甚至他们回不去 这是看到神创造的人 人错误的选择 导致离开的神 那这是我们所说的就是犯罪 人犯了罪就跟神隔绝 然而神没有放弃人 神在给人一次的选择机会 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到十七节 说到上帝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徒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自灭亡 反得永生 因为上帝猜他的儿子降世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乃是要叫世人因他而救 人离开了神 其实人就像流浪的孤儿 我们可以来思想 世界上有很多的宗教 其实世界上宗教 都是找人心里面的那一个家 那一个归属 但是不愿意相信神 不管人用什么样的方式 仍然回不了家 所以人心中为什么没有平安 一直想透过宗教的力量 找心灵上的寄托 或是透过什么样的东西 来成为自己人的依靠 但是我们看到神给人再次的机会 我们看到这再次的机会 不是叫人做什么 是叫你相信 神说的话 你相不相信 所以借着信心 借着相信 给人再次的抉择 让人能够回到神的面前 所以约翰福音三章 十六节十七节说 上帝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管你是哪一国人 不管你是哪一族人 不管你是哪一个年龄 哪一个性别的人 叫一切信他的 不是灭亡反得永生 因为上帝猜他的儿子降世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得救这个意思是得保全的意思 被拯救出来 所以我们再来看 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 这经文我们很熟悉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权柄 做上帝的儿女 所以我们说到基督徒是上帝的儿女 信耶稣人是上帝的儿女 这是神厚过人 愿意相信耶稣 神给人的权柄 我们提到权柄的时候 就很喜欢 那你知道权柄是什么意思吗 权柄的意思就是能力 当我们信了耶稣 我们就有能力来做上帝的儿女 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们接着再来看 加拿大书第四章第六节说 你们既为儿子 上帝就拆他儿子的灵 进入你们的心 呼叫阿爸父 所以我们对上帝的称呼 会非常的亲密 是阿爸父啊 我们看到耶稣在祷告的时候 他也来称呼上帝 称呼阿爸父啊 所以我们跟神的一个关系 为什么这叫做医治 当一个人流浪在外的时候 他最渴望的是什么 回到家 家是什么 家不是房子 家是家人 当他回到家的时候 他看到他的家人 所以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讲到得救 是我们不在流浪了 我们不在世界上流浪 我们回到神的家 我们知道我们的阿爸父 甚至我们知道我们生命中的主 就是那一位创造我们的神 我们可以叫他阿爸父 这是我们跟他的关系 而这个关系是透过 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产生的 所以我们再来看这个经文 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到三节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 这是耶稣说的 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 你看耶稣提到我的父 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 若是没有 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 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 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我在哪里 叫你们也在哪里 所以信耶稣重要不重要 非常重要 信耶稣使我们跟神的关系恢复了 甚至他也让我们清楚知道 我们天上有家 我们不用在世间流浪 所以一个最幸福的人 不是他拥有世界上的什么 最幸福的是他有父母亲 最幸福是他有家 所以你知道在我们中国或是台湾 七月农历七月才刚过对不对 请问七月是做什么 七月是一个宗教信仰讲到的说 孤魂野鬼 所以开了鬼门 他们来到世间 所以你要供奉给他东西吃 不然他就会对你不利 你会看到我们人如果没有爸爸妈妈 我们人如果没有一个家 就像那宗教所讲的 巫魂野鬼 每一年他就出来一个月 然后之后再把它放回去 你会看到这到底是什么样的逻辑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为什么这是提到灵的医治 人的灵只有神能够医治我们 而真正能够医治的是什么 是我们跟神恢复了和好的关系 可以回到神的家 这就是平安 所以为什么提到说 信耶稣有平安 信耶稣有喜乐 那个不是装出来的 不是靠什么 是因为你的灵 清楚知道跟神恢复的连结 所以你有能力做神的儿女 就是你在世上的时候 你知道你有阿爸父 你不会是在世上流浪的孤儿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第一方面 人与神的关系 因信耶稣基督 实教的救恩 而恢复的关系 所以不再成为流浪的孤儿 因此就有了平安 也有了可以回去的家 其他的宗教不会告诉你家在哪里 只会告诉你那个地方好像很快乐 但其实那不是家 真正的家是跟你有关系的人 是跟你生命有关系的人 所以在地上 你在外面工作 你最想忘了是什么 当然就是休息的时候 放假的时候 去哪里 不是去看电影 不是去玩 是回家 看看父母亲 看看兄弟姐妹 你知道那是最高兴 最有福气的 所以我们看到神 借着耶稣基督 第一方面使我们的灵 来得到医治 所以我们来寻查 第一 信耶稣使我 与神恢复和好的关系 而有平安 也使我的灵得医治 我愿意吗 我愿意相信吗 第二 信耶稣使我成为神的儿女 不再成为流浪的孤儿 也使我在天上有个家 我愿意相信吗 这对我们基督徒来讲 好像是很平常的 但是对 还不认识耶稣的人 这是被他们 很好的带领 求主帮助 第二方面 魂得到医治 有人问说魂是什么 魂指就是我们人的心 心指的是什么 是我们的心智 我们的情感 我们的医治 为什么信耶稣 就会让我们的心 我们的魂 能够得着医治 你知道我们活在世上 我们每一天在承受的是什么 请问小孩子 生活有没有压力 有课业的压力 对不对 考试的压力 学习的压力 大人呢 大人有财务的压力 婚姻的压力 家庭需要的压力 工作的压力 很多很多 就不管哪一个年龄层 都有压力 所以人的心 往往活在什么地方 活在一个 不是很舒服的 只有基督徒会唱 在地如在天 在地上的生活 如同在天堂 你如果没有神 你如何在地上的生活 能够像在天堂呢 所以我们来看 神怎么样使我们的魂 来得着医治 第一个是心里的重担得适 我们来看耶稣怎么说 马太福音11章28节到30节 耶稣说 凡劳苦丹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恶 学我的样式 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 我的弹子是轻省的 人的重担要卸下 不是靠祷告 人的重担要卸下 是要相信耶稣 甚至要效法耶稣 你看耶稣说什么 凡劳苦丹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耶稣说他有榜样 他有能力 他可以教导你怎么样得安息的秘诀 所以接下来耶稣说 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恶 不谦卑真的压力就很大 因为柔和谦卑 压力就会减少 所以耶稣说 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恶 学我的样式 你想一位神来成为人 他有没有受到很大的一个压制 限制 如果你是很有能力的人 比如说你是超人 但是你在这些上 你就是要隐藏你的身份 你就不能显露你超人的力量 你想他能够活得怎么样 他看到不好的事 看到不公益的事 看到坏人作恶 他会怎么样 忍耐不住 有没有压力 很大的压力 但是耶稣说什么 他为要成就天赋给他的旨意 他成为全世界人的罪在的代数 所以他不能施展他神的能力 他要成为人的样子 甚至在罪的一个辖制当中 他不犯罪 而能够成为人的赎罪金 耶稣说 我的恶学我的样式 所以为什么相信耶稣 效法耶稣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这就是让我们重担得释放的一个命军 所以要得安息就要相信耶稣 效法耶稣 因为发现信耶稣 好像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 我信耶稣 我信耶稣好像就没事 耶稣教我们怎样生活 耶稣教我们怎样信靠他 第二方面 错误的人际关系的释放 人活在世上 一定会有错误的人际关系 人跟自己的家人 人跟朋友 人跟同学 人跟同事 人跟邻居 人跟人 只要人在一起就一定会有问题 所以耶稣教我们不是只是祷告 你要怎么样在错误的人际关系当中 得释放 来我们来看耶稣的教导 这马太福音第六章十四节到十五节 耶稣说 你们饶恕人的过犯 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 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 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我们看到耶稣 要我们对付的是什么 我们自己的信 我们的情感 我们的意志 我们常常会说 他登罪我 他为什么不向我道歉 也受人跟你道歉了不见得你会饶恕 但是最重要的不是别人 是我自己 所以我们来看彼得问了这个很有趣的问题 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 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 主啊我弟兄得罪我 我当饶恕他几次呢 到七次可以吗 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 乃是到七十个七次 七对犹太人来讲已经是一个完全的 我们一般中国人说 事不过三 我原谅你三次就已经很不得了了 犹太人是更加的完全七次 耶稣说不是要七次 乃是到七十个七次 你要饶恕就要完全的饶恕 我曾经在跟一个弟兄 在分享这个经文的时候 难道有人得罪你 你要记他一次 好我饶恕他 两次好我饶恕他 三次我饶恕他 你要算到七十个七次吗 耶稣是一个拉比 他讲的是一个比喻的方式 让我们能够知道 要饶恕就是要完完全全的饶恕 所以要怎么样能够得释放 人很奇怪 人也很奇妙 当你心中对哪一个人不舒服的时候 你无论到天涯海角 你就是不舒服 想到那个人的时候 你就挂住你就很难放下你的心 所以你看耶稣来 要叫我们的魂得释放 就是要我们相信他 神是主宰一切的 人所做的神都在建成 而让我们愿意把主权交还给主的时候 我们做好我们自己的人分 我们就能够得着释放 第三方面我们来看 他只得释放 这是圣经里头记载 一个得医治很特别的一个case 在马可福音二章三到五节 还有十二节记载 有人带着一个贪子来见耶稣 什么叫做贪子 就是荡在那里不能动的 你想什么样的人不能动会荡在那里 就是遇到问题困难的 有的人婚姻遇到问题 他就荡在那边 一讲到他的婚姻 他的心就闷闷不热了 他也不晓得他要怎么样去去处理他婚姻的问题 有人是人际关系的问题 有人是财务的问题 有人是身体健康的问题 我最近也碰到有弟兄姊妹晚上睡不着 就没什么事 但是就时间到就睡不着 甚至到半夜才睡着 睡着到早上起来 很晚起来身体又很累 为什么 那一定是有什么东西忍住的 会贪在那里 神要我们的是健康的 神给我们一天24小时 是要我们好好去管理应用的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贪子他不能动 我们不晓得他遇到什么事 让他成为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他有四个好朋友 有人带着一个贪子来见耶稣 是用四个人抬合 我们一直想到这四个人的时候 心中就常想 我宁愿成为那四个人当中的一个 我要成为一个帮助人的 不要我自己荡在那里 需要人帮助 但有时候我们真的也会软弱 碰到需要被人帮助的时候 因为人多不得敬虔 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 拆的房顶 既拆通了就把摊子 连所躺过的路子都垂下去 耶稣见他们的信心 这里让我们看到 帮助扶持带导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耶稣见他们的信心 接下来耶稣就说 说话了 耶稣就对摊子说 小子你的罪涉 耶稣为什么讲小子你的罪涉 耶稣不是说小子你的病好了 你的病潜移了 因着别人为他的带导 因着别人为他的关心 因着别人为他的帮助 耶稣能够知道 耶稣能够知道这个人为什么贪在那里 因为他有过不去的事 过不去的事 基本上都是心里面的问题 这心里面的问题 耶稣释放他说你的罪涉 那人就立刻起来 就起来立刻拿着路子 当众人面前出去了 以致众人都惊奇 归荣耀于上帝说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 你看到这里有没有想到 在雅各锦堂的撒玛利亚的夫人 她为什么中午来这么远 城外打水 她就是不要人家知道 因为她觉得她很羞恥 但是她听到耶稣的讲论之后 为什么她马上回去 耶稣在他讲论的是什么 不是说她很好 说叫你的先生来 她说我没有先生 她说你说的没错 但是你有五个先生 现在这个还不是你的 哇 那个妇人听见之后 她心里反倒高兴 怎么有人知道她 莫非这是先知 你知道她心里头 就因着耶稣这句话 她被释放 接下来她不再害羞 不再羞耻 她敢于在人面前见证 因为她生命不一样 她经历了这位神 这是让我们看到 魂得一致的部分 所以我们来寻查 第一 相信耶稣 效法耶稣 使我重担可以得释放心灵 得安息 我愿意来信靠耶稣 效法耶稣 这问题对我们来讲 似乎很容易 但是人 看到有重担的时候 常常都去找一些方法 照顾人 所以你基督的信仰 对你什么帮助 没有发现 有时候好像就没有帮助 所以为什么提到说 我愿意来信靠 来效法 求主帮助我们 第二 耶稣说要饶恕人 七十个七次 这样能使我得自由释放 我愿意吗 这个需要你来经历 所以第三 我们来谈到 辟得一致 这是我们的身体 我们每一个人 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病痛 那是要怎么样得一致 我们从圣经里头 可以来看到 一些有病的人 耶稣走避各城各乡 来传天国的信息 讲天国的道理 甚至有很多人就带着生病了 既然天国那么好 那天国有什么能力呢 所以当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 耶稣就把他们的病治好 但是我们在这里要看几个关键的事情 第一个 相信耶稣的权力 你如果不相信耶稣有能力 你如何能够相信他能够医治 我们来看这个经文的记载 马太福音第八章五到十节 还有十三节 耶稣进了家摆农 有一个摆夫长进前来 求他说 主啊我的仆人害瘫痪病 躺在家里甚是疼苦 耶稣说我去医治他 摆夫长回答说 主啊你到我设下我不敢当 只要你说一句话 我的仆人就必好的 因为我在人的群下 也有兵在我以下 对这个说去 他就去 对那个说来 他就来 对我的仆人说 你做这事 他就去做 耶稣听见就吸气 对跟从的人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么大的信心 就是在以色列中 我也没有遇见过 你相信耶稣 你相信耶稣有能力吗 这就是一个关键 你信耶稣 我相信的是什么 当这个摆夫长 他还不是基督徒 但他听到有人讲到耶稣的事迹 他来找耶稣 竟然他对耶稣的尊重尊贵 他说你到我设下我不敢当 你只要说一句话 我的仆人就必好了 他的根据是什么 权利 我是官长 在我里面有属下 所以我叫他做什么 他就会做 所以当他把耶稣 尊为是神的时候 尊为是一个有能力的人的时候 他说只要你说一句话 我的仆人就必好 耶稣为什么称赞他的信心 这就是信心 你相不相信 你既然要找他 你相不相信 他能够帮助你 耶稣对摆夫长说 你回去吧 造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 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 所以每次看到这里 我都想 哇主啊 我想听到你的声音 因为你只要一说 是就成了 这是我们看到 相信耶稣的权柄 品格医治 第二 我们来看 相信耶稣愿意 有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前 为他自己的病痛祷告 他都会怀疑说 耶稣真的愿意医治我吗 我们来看圣经上有记载 耶稣真的愿意 首先我们来看 马可回音一章 40节到42节 有一个长大麻风的 来求耶稣向他跪下 说你若肯 必能叫我捷径了 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 他说我肯你捷径了吗 大麻风即使离开他 他就捷径了 所以既然来到耶稣的面前 要寻求耶稣的意志 要相信耶稣愿意 我们再来看 有两个瞎子 在马太福音20章 30节到34节 有两个瞎子坐在路旁 听说是耶稣经过 就喊着说 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 众人责备他们 不许他们作声 他们却越发喊着说 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 耶稣就站住叫他们来说 要我为你们做什么呢 他们说 主啊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 耶稣就动了慈心 把他们的眼睛一摸 他们立刻看见 就跟住了耶稣 你想一个人眼睛瞎了 来找耶稣 真的眼睛能够看见吗 但是因为他们相信 相信耶稣愿意 就有神迹发生 这是我们从圣经上里头 看到的记载 再来第三方面是 耶稣愿意 在这里我们讲到一个女人 她没有来找耶稣 她是偷偷摸摸的来摸耶稣 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五章 25节到34节 有一个女人 患了12年的血肉 再好先一生手里 受了许多的苦又挖进了她所有的 一点也不见好 病逝反倒更重的 她拼见耶稣的事 就从后头来 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上 意思说 我只摸她的衣上就必全民 这意思的意思 这意思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她心里面想 我不要让耶稣知道 但是我听到耶稣有能力 所以我只要偷偷摸摸 摸她的衣上碎层 我就会好 为什么她不要 耶稣知道她不要人知道 因为那是妇女病 在保守的社会里头 那个是讲出来 觉得会很羞耻的事 但是她夹在众人中间 其实她的信心 就在她的行动当中 于是她血漏的源头 立刻干了 她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 耶稣顿时心里觉得 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 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 谁摸我的衣裳 门徒对她说 你看众人拥挤你 还说谁摸我吗 耶稣周围观看 要见做这事的女人 那女人知道 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 就恐惧战惊来伏伏在耶稣跟前 将实情全告诉她 耶稣对她说 女儿你的信救了你 平平安安的回去吧 你的灾病痊愈 就是她心里面想 没有跟耶稣祷告 但她愿意来触摸耶稣 耶稣一样 愿意让她来隔着一致 在两个礼拜前 有一位姐妹 因为她之前有的腰椎的 椎肩盘突出 导致了她的坐骨神经痛 影响到她走路站立 会麻 会痛 所以她来到教会 我就问她说 要不要为你祷告 她说好 我就为她祷告 意思祷告的时候 她就有感觉 她腰可以挺起来了 我说 你要不要继续祷告 让她都好 为她总共连续祷告的四次 后来她说 牧师都好了 都好了 很奇妙 四次的祷告 就为了一个疼痛点 祷告 真的就好了 但是我告诉她说 因为你做了工作 还是会让这个东西 那个疼痛还会再回来 如果你有需要 你告诉牧师 牧师把祷告词写给你 你疼痛的时候 你就自己按手祷告 过了两天 他写来给牧师 牧师请把祷告词给我 你知道我们需要的是神的医治 他去做了很多的这些医疗 没有用处 反倒是祷告 耶稣愿意来医治他 所以我们来看 醒藏时刻 第一 耶稣是神的儿子 他有权柄 能医病 我相信吗 第二 当我有了病痛 我愿意祷告 求耶稣的医治吗 我们来看 再次来复习 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所以结论 神的爱 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 使人的灵 魂体都得救 得医治 这得救的新生命 是在基督耶稣里 健康的 活泼的 有福利 你知道神对我们的爱 是差不多我们所求所想 我们一起来祷告 今天的主我们感谢你 我们赞免你 让我们今天得知 信耶稣 是神 你对我们灵魂体的医治 因为耶稣的救恩 就是使我们离开罪恶 黑暗的死亡权势 让我们进入到神的 光明的国度当中 然而神的光明国度 就是医治 就是拯救 就是释放 就是自由 主我们感谢你 求你帮助我们 更懂得信耶稣 真实的意义 也让我们 精力在其中 能够为主做见证 跟人分享 来成为多人的祝福 谢谢主 一切的荣耀 感恩 颂赞 都会给在天上的父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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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